嗨,大家好,我是港女阿远 来台湾读书已经快要一年了 这边来为大家总结一下 那些我刚来台湾的时候 让我感到震惊的各种事物 No.1 旅途过马路也要注意来车 记得去年刚来台湾的时候 还要在黄义旅馆隔离14天 那天我刚结束隔离 把东西都搬到租屋出后 就打算出去买个午餐 顺便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 过马路的时候看到红灯转绿灯 我就很自然的只走过去了 突然眼前一部机车在我面前 顺便一下驶过 接着一部汽车也紧随时后 我瞬间待站在原地 怎么明明是绿灯 车却可以在我面前开呢 只见隔壁的台湾人等车驶过后 面不改色的走过对面 顺下还愣在原地的 最后有好一段时间 我过马路都只敢跟在台湾人后面 活了二十几年我才发现 原来自己不会过马路 生活在交通方便的台北 周围都有捷运跟公车 我弟是大台湾的公车 上车的时候 我像往常一样拿出悠游卡 逼一下就去找座围坐了 捷运向山站到了 到站了 我跟着前面几位乘客下车 原本我以为他们会直接走下车 没想到他们竟然纷纷拿出悠游卡 将卡再逼一次再下车 啊?下车还要刷卡的吗? 我这个香巴佬都是呆在原地 眼看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我东翻西澡 却怎么样也找不到我的悠游卡 这个时候 整个车厢的目光都投射在我一个人身上 惨了惨了 要不要直接下车好了 啊?这样不好吧 我内心挣扎了大概五秒之后 我才想起 原来我的悠游卡就摆在我的手机壳里 No.3 路上没有垃圾桶 我认为这在台湾很幸福的点是 周围都有小摊贩卖着便宜的美食 还有走几步就会碰到一家手摇饮料店 随时都可以满足我这个吃货 于是当我吃饱喝足 想把食物的包装丢到垃圾桶的时候 嗯?没有 没有 这里也没有 我惊讶地发现 除了夜市 台湾的路边竟然完全没有垃圾桶 我那之下 无少把食物的包装随便丢到包包里 回到家也经常忘记清 久而久之 每当我隔一段时间打开包包 这种会有各式各样的惊喜 No.4 签名一定要写中文 在香港 我们从小 甚至旧外园开始 就已经要取英文名 朋友之间 也大多会用英文名字来称呼 连签名也不例外 香港人的签名 为了书写的时候方便 通常都是英文名字的潦草版 每当需要签名时 就随便画一条龙飞凤舞的蛇就OK了 来到台湾 我第一次在便利商店取货 小姐 麻烦帮我签个名哦 我惯性的画出我专属的蛇 那个 小姐不好意思 我们签名叫写证接中文全名哦 蛤 还有这种规定哦 看我那独特的个性签名 在台湾都不能用了 5.马桶很少 香港人上厕所都习惯用坐厕 所以很多香港人都不太会蹲 但可惜台湾的坐厕很少 通常一间厕所只有一两个 要是坐厕刚好有人用 就只能被迫用蹲的 普遍台湾人蹲的时候 脚掌都可以完全落地 也就是俗称的亚洲蹲 但我却只能前半只脚掌碰地 要是应用我后半脚掌也落地的话 不骗你 我真的会整个向后翻倒 相信很多台湾人 都会觉得匪夷所思吧 所以台湾的蹲氏马桶 对我们来说都是一大挑战 小的话还勉强可以啦 但大的话真的生不如死 我通常会用手碰住墙壁 增长支撑力 大概每30秒就站起来一次 不然腿会麻掉 6.发票能对讲 在香港 发票大概是被我们认为 最没有用的东西之一 通常人们买完东西 发票是在学手丢到包包里 有些人更会直接丢在垃圾桶 这是为什么 通常超市门口的垃圾桶 都会兑满一张张的发票 而我通常会把发票放进钱包 再等回家一次清理 一直到过来台湾后 有一次我在一家餐厅吃饭 我刚走出门口 老板妹追了出来 她朝我大声地喊道 小姐 你的发票 我尴尬又不是礼貌地微笑说道 不好意思 我不需要了 老板满脸疑惑地问 为什么不要呢 发票可以对奖啊 中奖了就可以去烧烧换钱了 哈 你一定不是台湾人吧 她把发票塞到我手上 并叮嘱我要收好 那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在台湾发票是不能乱丢的 不过来台湾差不多一年了 每当我把存了两个月的发票拿出来对奖 结果都是全部杠归 No.7 地震只是小case 早上来台湾以前 我就已经听说过 台湾很常会发生地震 而生长在香港的我 难免会因此感到些许的不安 总是担忧着什么时候会发生地震 就在来台刚满一个月的时候 一天的深夜 整个宿舍的人都在呼呼大睡 突然我感受到整张床都在剧烈地摇晃 我向着弹了起来 能起手机就往外冲 便喊道 地震啊 你们快跑啊 奇怪的是 外面的走廊竟然空无一人 嗯 我一个人傻傻地站在门外 等几阵余震结束之后 我才敢回到房间 一进门 只见一位室友依旧睡到打呼 另一位室友只在床上看手机 花莲近海地区发生四级有感地震了 地震那么恐怖 你们都不怕吗 经历过那么多次 早就习惯了啦 睡吧 我才知道 台湾人原来早就习惯地震了 No.8 屁股总是粘在机车上 来到台湾 发现很多台湾人 都有一项很奇怪的特质 就是到哪里都要骑机车 好渴啊 我去前面饮料店买个饮料 好啊 那我载你 好 不用骑机车了啦 就在前面转角而已啊 有机车的台湾人是没有在走路的 你看 骑机车不用十秒 走路的话要三分钟呢 我发觉 有机车的台湾人 无论是去转角的Seven买饮料 对面巷子买早餐 还是楼下药局买卫生纸 通通都是骑机车 走路对他们来说 从来都不是一种选项 这对平常都依靠大众运输的香港人来说 实在是非常震惊 因为在我们眼中 一公里左右 走路不超过20分钟的 都是walking distance 以上这几项就是我来台湾一年都还在习惯的事物 相信各位新著名们 有些点都会跟我一样感同身受吧 但既然生活在台湾 就要入乡随俗 慢慢去适应这些文化与生活习惯的差异咯 希望我们在台湾都能跟生活的快乐顺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